那一个杀手带动整个小镇的警机 那这地方有个恐怖传说 35年前 三名16岁少女不幸遇害 每个人身上都16出刀伤 不多不少 刚好致命 凶手头戴面具 一身黑衣 被人取了个很好听的名的 甜蜜16岁杀手 今天这部应该算惊悚喜剧 绝对杀手 每年的万圣节 那总有游客打扮成甜蜜16 来体会这儿的风土人情 本土死亡摇滚乐队 杀手本能 也会在每年的万圣节 准时举办演唱会 那吉米就是杀手本能的粉丝 但母亲不让她去看演唱会 她母亲是甜蜜16学案的幸存者 就怕女儿出现什么意外 但吉米认为 35年都过去了 她要杀 第一个应该杀你 结果前脚刚出门 母亲就遭遇了甜蜜16 但母亲遭遇准备 她自学了女子自卫术和美式聚合 就为了再遇到甜蜜16 能挣扎一下再被捅死 那又是16刀 一刀不少 正常的导游负责这块业务 赶紧大力招揽游客 那学校也找了个格斗顾问 教学生们如何应对持刀歹徒 其实非常简单 也很实用 那就是跑 转头又跑 玩着命的跑 那母亲虽然尸体都凉了 但吉米认为 母亲还有救 因为她有个研究时光机的闺蜜 只要能回到过去 干掉甜蜜16 就能避免母亲的死亡 那闺蜜的这项技术 算是家传的 她妈以前就研究时光机 那传到她这儿 已经快成了 但技术上遇到了困难 连不上WiFi 那吉米一边等着闺蜜解决问题 一边检查35年前的产案 那父亲就告诉她 要说最了解这事 那肯定是正常的导游 毕竟人家就是靠这故事示范的 那第二天 吉米就找到了导游 导游告诉她 你母亲早就被盯上了 35年前她幸存了下来 但她的衣柜里 却多了一张纸条 总有一天轮到你 那啥也别说了 干她 吉米直接找到闺蜜 问她时光机连上WiFi没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甜蜜16出现了 那逃窜中 吉米跑到了时光机里 甜蜜16一刀没吃中 直接插到了控制台上 可能是有了天线 WiFi连上了 她成功穿越到了35年前 来到了母亲的学校 谎称自己是个转学生 那80年代 也没有电脑查询 反正人家就让她进去了 那正巧 赶上了体育课 老师警告大家 一定要小心 千万不要搞出人命 吉米心想了 不就是躲避球吗 我大意了 这可能扔的是保龄球 那趁乱 吉米就问同学 自己的母亲米乐在哪 那对方主力就是 不对啊 我爹说她是个乖乖女啊 你爹是傻的吧 她是我们这最狠的 好消息 吉米找到他妈了 那坏消息 他妈的三个跟班 就是被杀害的那三个人 那一号马上要过生日 要举办派对 吉米突然想起 一号就是生日当天被杀的 转头她就找到了警察 说即将要发生一场命案 希望警察在生日派对上不防 那当这话 那警察当然不能信了 于是吉米就去找了闺蜜的妈 那如今闺蜜她妈还小 但可以看出来 是一个人 那吉米告诉她 你有一个女儿 根据你的笔记 研究出了时光机 她妈就信了 打算今天开始写笔记 造时光机 那吉米有个疑问 如果她在这 干掉了甜蜜十六 那么未来会不会被改变 闺蜜她妈表示 应该可以 毕竟时间就像一条长河 你在上游杀了烹尿 那下游自然就会有点烧 那造时光机需要时间 吉米决定先去派对 把一号救出来 但派对上这么多人 谁才是甜蜜十六啊 那这时候 吉米看到个鸡肉帅哥 那帅哥是我爸 那更精彩的是 他爸和一号是情侣 那先不管了 救人再说 吉米想要自然的接近他们 结果一号叫来了王牌保镖 怪兽 那转头 吉米又回来了 说一号现在很危险呢 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闺蜜们表示 那确实很危险 毕竟一号现在在偷吃 但一号不擅长口技 那对方瞬间就没了兴趣 不过甜蜜十六有兴趣啊 那十六刀将一号捅死在了卧室 那随后警察封锁了现场 吉米追上离开的母亲 谎称自己会通灵 说杀手的目标就是他们私人组 那回家之后 吉米问母亲 你们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没有啊 我们从不和人起冲突 要不是他老下来打断了 那估计他妈能练到明天早上 那过去发生的事 已经影响到未来了 35年后 吉米失踪了 但好闺蜜知道 吉米是穿越了 他打算再造一台时光机 回到过去 带吉米回来 不过 今天导游找到了他 说他发现个奇怪的事 他明明记得 一号死在了车库 怎么新闻就变成了卧室呢 导游也参加了当时的派对 他还有一张照片 吉米果然在上面 那时间回到35年前 二号的生日也要到了 也想办派对 那吉米说 你是真不怕死啊 咱们应该找个安全的地方躲着 二号说有啊 那说着 他们就出发了 那路程很远 吉米睡了一觉 醒来一看 小木屋 完了 死定了 恐怖片都这么演的 而且 小木屋是二号的死亡地点 那吉米警告大家 千万不要单独行动 那吉米成了单独行动的那个 他现在都不想管这事了 结果一回头 看到个窗户开着 有人偷偷溜进去了 他爬出来到了二楼的位置 正好目睹了甜蜜石榴杀人 但他杀的是三号 吉米大声呼喊 然后火同父亲他们 成功把甜蜜石榴给打跑了 那事后 吉米拿着凶手的血给警察 让他们查一下DNA 那D什么A 80年代 还没有这个技术 那更可怕的是 历史被改变了 一号死在了卧室 原本死的二号没死 三号死了 那吉米也不知道 下一个会死的是谁了 很快就到了万圣节 原本是三号死的时间 但三号已经没了 那肯定就是二号了 那吉米有个计划 让二号当幼儿 引出甜蜜石榴 还给了他一个报警装置 只要按响 大家就能找到他的尸体 那计划正式开始 二号死出下流的 吉米他们就拿着棒的埋伏 甜蜜石榴果然来了 但他好像知道有阴谋 直接对吉米发起了进攻 那关键时刻 蔚来会成为警察的女同学 给甜蜜石榴来个偷心粮 那甜蜜石榴完蛋了 身份竟然是蔚来的校长 但这不对啊 那四人组和小黑没有过节啊 那这时候 吉米看到了小黑的吊字 打开一看里边有胖吹熙的照片 那这回就对了 二号说 前不久他们找到了胖吹熙 因为听说他谈恋爱了 他们好奇啊 就过了胖吹熙两瓶福的家 想问问他的恋爱对象 但胖吹熙嘴硬没说 喝完酒开车就跑了 酒驾出事故去世了 那所以小黑是来报复 孩子女友的人 那吉米一听 你们这属于间接杀人 你们该死啊 但总体说 他那天不在场啊 吉米不信 拿出了导游给的纸条 那人家都说了 迟早轮到你 那就在这个时候 又出现一个甜蜜石榴 上来先给二号干死了 那未来你准开枪 把凶手给吓跑了 那吉米说 那个是三十五年后的甜蜜石榴 因为他的面具 是自己弄破的 但年轻的甜蜜石榴死了 为什么还会有未来 问题其实很简单 两个甜蜜石榴 不是同一个人 那此时的三十五年后 闺蜜被人袭击了 有人用他的时光机 回到了过去 而此时吉米正在被追杀 凶手丧心病狂 就连路边的记者都不放过 那闺蜜他妈有一个好消息 她已经做出了失望机 但甜蜜石榴也追了上来 吉米让闺蜜他妈先走 她要带走这个甜蜜石榴 但这个时候 母亲过来帮忙了 结果被捅了一刀 吉米打开窗门 把母亲扔了出去 而甜蜜石榴露出了真面目 竟然是未来的导游 那顺便一提 刚才被干掉的记者 是导游的爹 那导游说 自己一直想超越他爹 成为著名的大记者 结果追踪了这么久的甜蜜石榴 他竟然成为了导游 所以他要成为新的甜蜜石榴 让这个名字响彻美国 然后再亲自的报道他 就能超越父亲 成为大记者 但吉米却说 没有人会记得你 因为时光机启动后 除了中心位置 外围会凤凰旋转 而导游不知道 直接被赚成了杂子 那电影的最后 吉米回到了现在 那回到家里 发现母亲还活着 但母亲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唯一记得的 只有闺蜜他妈 他一直在等吉米回来 等了35年 而因为吉米改变了历史 他还多了一个34岁的哥哥 至于发生了什么 闺蜜他妈都写在了日记里 那电影到这就结束了 一部雪浆喜剧片 纯爆米花电影 剧情挺多bug 那鸡蛋挑骨头的 不建议观看 那么这就要这吧 咱们下期见 么么大